在高鐵上閉幕養神 羽球國手王麒麟在臉書發文 大家不要吵架喔 有沒有搭商務艙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們已經平安抵達東京了 正向思考現在更多人關心奧運 另外我國桌球一姐正宜靜 也在IG貼出訓練照片 以及美味餐點 有壽司薯條還有拉麵 他也同步在臉書發文分享 在選手村的紙板床睡得很不錯 請大家不用擔心 正宜靜在本屆奧運將出戰三項比賽 其中和林玉如混霜的姐弟組合 被視為奪牌大熱門 過去兩人練習時默契十足 他們是臺灣桌球黃金混霜 從2019年開始合作 以及聯手拿下五座冠軍 目前世界排名混霜名列第一 東京奧運倒數計時 體育署之前喊出 目標是要超越上屆里悅奧運 一經二同的成績 也預估中華隊首面獎牌 應該會落在7月24號本週六 林以馨射擊女子10公尺空氣步槍 射箭混霜團體賽 和跆拳道女子49公斤的蘇柏亞都被看好 至於金牌預測 包括7月25號的射箭女子團體賽 26號柔道女子57公斤的蓮貞玲 以及27號郭信淳舉重女子59公斤 都非常有機會 現在來到日本感覺怎麼樣 不可以在疫情 另外根據美國知名數據公司預測 本屆中華隊有望奪下兩面金牌 四面銀牌以及五面銅牌 如果洆湞將是台灣在奧運史上的最佳成績 而外媒也預測 今年獎牌榜的霸主是美國 將拿到40斤27銀29銅 接著是俄羅斯的21斤26銀22銅 排名第三將是中國大陸的33斤11銀22銅 不過這都只是預測 到時候結果也可能會超出預期 董神新聞月中心綜合報導 先在這link上謝謝三樓 我都在描述 一樣先用了